有没有人你曾经软弱到 你一点都不想祷告的 有吗 我有 那个痛苦是痛苦到 我已经信心不足道 连张开口都没办法 为什么要说方言 因为圣灵可以亲自为我们祷告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又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如果你自己都能够靠着 你所想的跟神祷告 那么神按照祂所想的 会不会比你所想的更加厉害 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因此我们用悟性祷告 很重要我们需要从悟性的里面来祷告 也就是你用你听得懂的语言 但是同样有一个超乎你语言的东西 祂是在你的软弱的时候 有圣灵帮助 祂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 这样的祷告就是方言 你觉得你需要吗 我非常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